2017年9月21日,德国驻华使馆德国统一日庆祝活动,709案律师的妻子们受邀参加,其中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左向德国驻华大使科目前讲述案件情况,吴一同提供。 2017年9月22日,又起,709案家属王俏领、李文足、刘二敏、樊丽丽等人,第19次到最高司法机关,控告709案中各级司法机关违法行为,再遭检察官拒绝,吴一同提供。 2017年9月21日,709案律师李和平图的妻子王俏领在社交网发布不得不搬家的消息,吴一同提供。 2017年9月22日,一直和王俏领一起住的李文足回到石井山的家,发现门锁被人坐手脚,需请开锁公司人员开门,吴一同提供。 709案发展至今,王全璋人消息群无,而吴干叹,江天永案审而不判,而在国保的施压下,律师李和平的一家被破签。 德国驻华大使馆举行活动,有709案的律师妻子获邀,并与德国驻华大使科目贤会面。 吴一同文语情报道。 德国驻华使馆周四、21日,晚举行德国统一日的庆祝活动。 709家属、多位维权律师、独立作家等都受邀参加。 709案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向德国驻华大使科目贤Michael Claude讲述包括王全璋在内的709案件,以及律师家属被打压的情况。 科目贤表示,德国驻华使馆和德国政府一直关注709案,特别是目前尚未获释的三位律师和公民。 李文足说,我跟德国大使说了一个王全璋案最近进展的情况。 大使表示很关注709案还没有释放的这几个人,包括王全璋、江天勇、律师和武感。 他也表示会继续一直的关注我们。 科目贤上月25日在德国驻华使馆网站上公开发表声明,质疑江天勇的庭审不可能存在公平审判,因为在审判之前,中国官媒就已预先对江天勇定罪。 他呼吁中国有关部门在709案中遵守法治原则,兑现中共最高层提出的依法治国承诺。 就在李文足和李和平妻子王俏领参加德国驻华使馆活动之前,王俏领在微博透露不得不再次搬家。 一直与王俏领一家住在一起的李文足对本台表示,由于国保的压力,房东早已多次向王俏领发出驱逐令。 而在709案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多位709案家属都遭遇逼迁。 李文足周五回到位于石井山的家中时,发现门锁被人坐手脚椅,只无法打开。 开锁公司派人打开后,发现早已笨变。 李文足说,因为那个房东一直在逼我们搬走,我们就一直拖。 现在起门了,他们不再去租了。 今天周五是这样,我回家一开就打不开,叫了开锁公司,我们家里的店也被断了。 所以他们这些人太坏了,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 德国资深律师沃卡哈根接受本台访问表示,难以置信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国执政者还在使用这种黑暗的非人道的手段打压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人。 中国的国保就像前东德时代,对国家的意见者进行严密的监控和压制。 沃卡哈根也呼吁德国政府能够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 李文足王俏领周五,22日,在到最高检察院控诉中心,这是他们第19次到最高司法机关,控诉709案中的各级司法部门违法,而前去现场采访的英媒记者,遭到查证及阻挡。 李文足说,第19次和前面的18字是一样的,就是不受理,整个窗口全跑了,没有一个人,我觉得王全章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无罪,他们确实是一群无罪的人,所以他们就一直这样拖着,这完全体现了中国的依法治国是空喊的。 江天勇妻子金便林周五向外透露,河南国宝拒绝了道长沙第一看守所探视江天勇的请求,还要求转告金便林不要在网上发表江天勇案的消息。 江天勇案在8月22日庭审之后,郭宝对江天勇父母亲所说的因江天勇认罪态度好,马上会回家的承诺并未兑现。 而吴干案于8月14日庭审后也同样未做出宣判,吴干的父亲徐孝顺在开庭前被国宝带回福建老家,目前在北带至广西桂林阮境。 有律师曾透露,天津中院在吴干案庭审后亦做出一周内会有结果的承诺,并暗示将判缓刑。 因代理王全璋案遭当局报复失业的律师于文生接受本台访问表示,早前预计当局会在十九大前了结作为政治负资产的709案,但目前看来不排除一些高层级官员对案件再次加码,导致709案久脱不绝。 郁文生说,709王全璋将天勇和屠夫吴干,他们还没有放出来,但在另一方面,709案正在升级,包括我这个律师失业,很多律师转所遭到刁难,还有很多709辩护律师遭到一些调查,都是709案的延续。 他认为,进入后709时代,重点针对709辩护律师及重点维权律师开始清一轮的打压。